哈喽 大家好 我是方姐啊 今天我们继续到乡下套老屋街 烧老骨的老屋街哦 你好叔叔 哦 你好叔叔 我家里有一个老骨的 你家里有个老骨的 哦 我给看一下吧 谢谢 谢谢 我们是烧那个老骨的老屋街的呢 看你们是不是喝啊 我家里有一个 有个洗碗可以拿的 你们看一看就不行啊 我家里有一个 师傅的话我们没妈妈都看的呢 好 你去拿一下 来 上次麻烦你跟我去找一下 老板家说 这人都发假差了 我家里有个古董 这个是吧 这个是吧 还有这个花 下面 下面 再八块去 那边再来 这边我们好多了 我生气清风了 生气清风了 生气要有气清风了 生气清风了 这个经济月面不认识把我补买了 对啊 是的 不认识把我补买了 我是现在都没切的 哦 这样子啊 是吧 是这样 是这样 嗯 嗯 这个高血压 引起清风 是 是 这边已经逼他了 咱们不得需要钱 哦 不认识把我这个老婆的我补买了 哦 哦 还是我爷爷的爷爷 是吧 留下来的 这个东西这么值钱吗 嗯 这个是个很值钱的东西 很值钱的东西啊 这个是个香楼 对吧 对啊 三族的香楼 是吧 它有三个族啊 对啊 还是老族被里给您留下来的 嗯 还想也 这里还有一个款呀 玉堂青丸 这是典型的清代的东西啊 典型清代的 啊 对 清朝的一个 一个三族 香楼 嗯 是你高楼 留下来的 是你高楼给您留下来的 嗯 这个年代分析的话 也是的 应该到了您这个 您的高楼 因为这个是 清代 这个是早 清春期的一个 香楼啊 对 嗯 声音挺好的啊 完完整整 对吧 这个香楼是过去用来长香的 是吧 嗯 这个 我家也很到位啊 这里有鸟签是吧 这里有鸟签 这个还有一个小 小 小长鸡 这个长鸡 它是 这个木头的话 应该是很木啊 是很木 这里面这一块是 大理石 大理石 是不是鱼啊 嗯 大理石也称为鱼 就是 它鱼发辣 但是它的鱼 鱼值得发辣 就是也 也说 脱门 脱门吧 不是鱼 只是一层 稍微好一点的石头 呃 这个 是一个茶几 原来你们过去英文改 原来 就是这要配的吧 应该这要配一套 也是蛮好看的啊 是 对 这放在上面 茶香也可以 白细什么瓷器啊 花瓶啊 都挺好的 可以的 大概有 十 十七八公分高 因为高的方便有十二公分高 这个香楼都有三十公分去了 肯定有 这个说说您身体也不怎么好 加钱我又 先要您交个加 大概有什么价位呢 大概 最谁不比这个价 五千 五千加个零 哎呦 哇呀 那不是 哈哈哈哈 那这么高的 那这么高你能去多少钱啊 呃 因为这个 现在啊 我们这个疫情 跟这个整个 这个古玩行业 都不是很景气 航行也不好 呃 这样子了 呃 这个香楼我给您鸟签 好不好 鸟签 太少了吧 因为这个是清代的一个 朴 树根的 没有别的很 很特别的造型 呃 都比较 跟你比 比 出车也说不上 但是 锡纸的话呢 也送不了 所以说 这个很普通 呃 我们拿回去的话 大概也是买这个 鸟签多块鞋子 抓了一点点 生活费 这一个的话 给您一切 到底是一个小凳子 就是配一套 一起给您三千块钱 您看觉得合适吧 啊 我只不过是 急取鞋银啊 不舍得吧 我不卖 那是的 我相信的 但是我给您交了 那给您算了 好吧 好好 给我说了是吧 因为我也不会骗你们 老人家啊 这个东西的话 就是说我们现在的行情 也不是很好 这个 存在下这种 清淡的香楼 它的层量是特别的高的 那个过去调节好一点的 家里面都是有好几个 是吧 你们家里面肯定是给你们 别的区域也都分了 都有的啊 呃 又是 像那个很稀少很稀少的话 那都是 五万块钱也不低 好不好 您解释清楚了 好 那我就给您三些个鞋啊 好 可以 是的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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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 好了 齐您收好啊 好 感谢您了啊 祝您早日康复啊 谢谢了 叔叔 是的 是的